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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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收看我们大声批国门的基本功的介绍动作 今次我们要介绍是一个叫马步进退式,也叫十字半朝天 大家看过我们的榜首和我们的劈山会见到我们的基本功 原则上是尽量希望做到灵活,步法和招式是配合不到 不是一些集中很固定的基本功,是一些讲求步法变化的基本功 这个马步进退式也是有公马有四平马的转变 拳法里面除了劈拳之外,也有一个充拳的 这个是比较灵活的,还有法径相对是一个攻防技术的强化动作 或者首先先看看我们的教练示范 大家好,刚才看过我们教练的示范 如果我们的朋友要兼顾是什么呢?第一,包括我们的拳法 一个咸接,一个平拳和一个匹拳,以及马步 如何从一个公马演变成四平马,也包括我们的踢腿 要咸接的地方可能是很多的,我们再次请我们的崔永大教练 是为大家再示范一次 好了,刚才崔教练示范了动作给大家看,第一 留意我们的匹拳,很多朋友出口匹拳都是比较平面的 但我们的要求是一个由上斜向下的一个劈拳方法 另外我留意的冲拳是由腰间直线打出去 就不会有一个先抬高手再出拳的一些小动作 另外我要留意我们踢腿的方法的时候 我们的脚首先要怎样掌握,站好,才能够手脚一起打出去 首先要做好一个平稳的动作,你的动作才能够做完美的 另外我要留意我们的进退的时候 其实这个又打多少呢,无所谓 视乎地方大小你可以打十个才再回身打 刚才认为由于我们在镜头面前的地方比较狹窄些 我们两个去,两个回,其实这个无所谓的 地方容许你可以多打几个回来都可以的 希望大家继续留意我们的视频 将会有更加不同的动作介绍给大家的